天云和玉芙蓉夜闯将军府 见不到楚月却见到了将军夫人心仪 心仪被天云说动 将计就计要天云隔天将楚月带走 岂至将军和小月一夜误谈 门将军决定维护楚月 和门老夫人说个明白 拒绝和小月的婚事 岂至将军一番言语激怒了老夫人 更让自己终其小月的心事 泄露了机关 心仪急怒之下 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十年的岁月不短 如今 他们俩已经走不到一块了 你难道不明白 孩儿明白没用 除非小月她自己清楚 否则 孩儿怎么忍心为了自己 让她伤心穿上嫁衣 娘 您一向知道 孩儿最不愿强人所难 尤其是对小月 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 婚姻这件事 一不走错 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对你而言 你舍得让她离开 娘 我有心意 心里没什么不好 只是 这二十多年来 她始终走不进你心里 不是吗 娘的眼位下心不忙 自个儿的儿子心里想什么 我会不清楚 她为你为这个家 是付出了许多 可你对她的牺牲包容 她又体谅多少 娘 她只是嘴上不说 儿子 你刚才说的 要对自个儿亲娘说实话的 当初 是娘虚荣一念 帮你选了这么个媳妇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 她摆的脸色 她那副尊贵的态势 娘都看在眼里 有时候 你独自一人 躲到书房一个人过夜 娘的心都揪成一团了 我好好一个儿子 战场上 施炸风云 可回到家 却连一场暖背 几句温存软语都没有 是娘害的 娘 您别这么说 吵架斗主 原本就是夫妻长事 是 可你在家的时间有多少 她要真懂得珍惜 她就不会如此 你说得对 真要是延续子嗣 就不一定非小岳不可 今天 娘坚持要她把话说开来 娘更想的是 还你一个温柔贴心的妻子 娘 孩儿错怪您了 您对孩儿打算没错 可是天下父母信 今天若是小岳父母也在 他们会强迫小岳 嫁给孩儿吗 想想您对孩儿的用心 再想想别人的父母 娘 您就给小岳一个机会 至少 让她等到赵天音出去 如果赵天音 人不错 如果小岳依旧喜欢着她 娘 您就放她去吧 娘 娘 您就答应孩儿吧 别强迫小岳 还要是不忍 更何况 娶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的女人 就算她再好 对一个男人来说 又情何以看呢 痴儿啊 你总是为别人想 就不为你自个儿想一想 你怎么留着这么个胡子 娘还没老 你就先老了 去把她修整一下 看了就生气了 是 娘 小岳 小岳 我来吧 你领色不对 先回房去歇着 我没事儿的小翠 我只是左右的一晚没睡 没关系 真的 嗯 你还说你没事儿 我来 我来 那麻烦您了 想个话 先回房去歇着 嗯 我去哪里 我来 我也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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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坐 小月站着就可以了 坐下 听说你已未睡 记了多少 半册而已 书里面写得好复杂 为什么谁跟谁好 谁跟谁交恶 谁又是谁的女儿 全都要记 好叫你看人说话 别给将军惹祸 小月不明白 打个比方说 今天谁要敢在我面前说你一句好话 我决饶不过她 这下明白了吧 小月明白了 不过 不过 夫人 就算小月听从老夫人的话 嫁给将军大 小月也绝不敢僭越 绝不敢跟夫人平起平坐的 可我瞧你这一会儿 坐得挺安稳的 怎么 我叫你坐下 你偏要站起来 你是不当我一回事 不 不是的 夫人 夫人您是知道的 小月并不想跟将军大叔成亲 可是如果连夫人都无法拒绝老夫人的话 小月一个小小的丫头 又能够做什么呢 瞧你说的 那好像是门家全家都在欺压于你 不 小月不是这个意思 小月只是不晓得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夫人不要再生小月的气 那你是说 我一个人在欺负你了 不 小月不敢 小月不敢 小月 小月详情夫人指点 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跟着赵天云离开 小月 你可以嫁给你的云哥哥 而将军也可以另择他人而娶 岂不两全 不可以 小月不能这么做 你说什么 老夫人已经因为先前的事情病倒了 小月再走 岂不害了老夫人 你别什么事的把老夫人抬出来 分明就是你炼战将军府 不愿意跟赵天云出过苦日子 不是 不是这样子 不是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只要你嫁了将军 一生儿子 这 这里就没有我的地位 一个买回来的小丫鬟 扳倒一个堂堂的向国千景 有的你风光了 可我告诉你 你这如意算盘 打错了 今天我不只要你走 还有你永远生不出儿子 夫人 不要 不要 求求你饶了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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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 该断了你的念头了吧 不要 不要 小丫鬟 为什么你不能够饶了我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 我也想来安安分分 从来不想不该想的 从来不得不应该要的 从今的事情 所有人都可以拒绝 只有小丫不信 为什么你还不干扰过我呢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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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夫人 烂竹子 而 不 叫小丫夫人 会不会耍我们 还是派人来抓我们 不会的 您不要瞎裁 您看 这不是来了吗 来来来 快点进来 别让人看见了 好 小月 小月 等一下 她吃了昏睡的药 一时半刻醒不过来 你们把她带出去吧 是 多谢夫人 小月 你要不要进来小月 放心吧 她死不了 人我可交给你了 除了将军府后 不准再回头 走得越远越好 万一有人问起 我出了什么差错 那都与将军府无关 你听明白吗 是 夫人 她吃了什么药 会不会醒不过来 不要再问了 快走吧 什么人 放我 快走 慢点 小月姑娘 你 让开 夫人 这怎么回事 放肆 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辈子不敢 可是小月姑娘看来似乎甚至不是 而这两个人又非府里的人 若是让他们随意讲人带走的话 将军问起 辈子恐怕难逃 失之之责 这事由我担着 与你无关 夫人 你敢不听我的话 说一下 黄强你想清楚 这儿不是军营 这可是将军府 夫人 还不让开 是 走 谢夫人 王强 把门带上 是 快为小月房间 把东西清一清 是 快来 快来 趁热 怎么了 炽仪 看到小月没有 她房子怎么回事 小月 是 将军 王强 小月人在哪 把他找来 这 王强 我在问你话 我 我让赵天宇把他带走了 你要拆散人家永勤人 总是不好当 你把他逼走了 我没有 没有 小月不会不告个别 他防你一片凌乱分明是经过一番挣扎 他是怎么走的 老实说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王强 你说 属下也不清楚 属下追到东院边门只见一男一女 扶得小月姑娘御王 扶着 说清楚 小月有病到需要人扶着吗 属下只见到小月姑娘一脸泪水 而且举步维艰 之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你给他喝了什么 瞒他 快去找葛依 让他查查看在上面流的是什么药 是 站住 你要知道是不是 好 我告诉你 你们先下去 是 是 你到底很舍不得他 是不是 我在等你回话呢 你给他吃了什么药 如果我告诉你 他再也没有办法为门家生个义儿伴女 你还会娶他吗 你给他吃了不孕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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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得有这种毒手 你叫他怎么嫁人 让他这辈子怎么过 我夫妻这么多年 到今天我才知道 你竟然毒死狠毒 不能生这辈子就不能过了 那我呢 他只不过伤了一个身子 而你们却伤得我心头低线 你是我的赵 是我原来想依靠一辈子的人 可是你为了我 说了多少 抢了多少 又做了多少 你告诉我 如果不是娘非要他不可 如果不是你当天对他动了气 我需要下这种毒手吗 我为了留住丈夫的心 为了不让一个丫头来抢我的位子 我错在哪里了 你不敢害人 靖看 要去哪里 去找晓月 不 靖看不 我尽力在此 却得不到婆婆唤醒 自己 有什么就一耳伴女 日后成婚 如今四十出头 人生看见 我也只有你 靖看 是你 夫妻多年 你和娘虽有争执 可是我从未说过一句你的不是 可这回你错了 我才说服了娘 若是晓月 真的喜欢赵天云 就让她去了 小月无辜 已经下了这么狠的手段 于心何忍 赵天云 知道晓月 不能再生育 却仍愿意娶她 自我为她庆幸 否则 无论她愿不愿意 我都要照顾她一辈子 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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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月 晓月 你怎么了 晓月 你哪里不舒服啊晓月 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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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怎么了 陈姑姑 我在这儿 K eğா 吳韻傘? 應該是宮廷裡面 怕說你懷孕才給吃的藥 這個將軍會有 哪有這種藥都拿? 你沒聽到說 最多的吳韻傘 我一定要愛什麼事情 做得出來 血! 小玉她流了好多血 怎麼會這樣? 我去找大夫 不行啊 萬一被將軍夫人發現了 那該怎麼辦? 這一定是小玉她走了好長一段路的關係 將軍夫人已經給她服過藥了 好好休息一晚 我想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是嗎? 你先回去 我和小玉既然不能連夜趕路 你必須先幫我擋一陣子 千萬別讓人發現我不在了 否則 否則他們很快就會追來了 小玉 你一定要幫我們這個忙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 可是萬一 萬一小玉她 沒有萬一啦 你放心 你先回去吧 好吧 那我先回去 我一有空就回鄉下來看你們 小玉 咱們在一起了小玉 咱們終於在一起了 天明 我會一直帶著她的 你別忘了 收好我的玉琢子 我心想 剛剛是在一起了 我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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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 �our 我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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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不是舒服一点了小月 颜哥哥 你不要忙 让我做点事 否则我心里头会觉得慌的 再忙也没有用 你别担心 将军夫人已经被你服过药了 他不是药 他不是药 你说什么 那是 那是 将军发生的 原来你就是赵天云 你想干什么 小月 我带你去找大夫 老爷 你才说 这两个年轻人的一面 都是都害羽的传军的手套 哪能这么说 他现在是光要求人的 不要动他 让开 不要动 不要让他大江军夫 混小子 你没看他病成什么样 让开 除非你是杀了我 门心看 把小月放下 他根本不想跟你走 小月 你可说你不想跟他回去 你快说啊小月 小月 小月你快说啊小月 任何事情等到好了再说 走 你把他放下 不认可 老爷 把你进 我把他进 我把他进 你把他放下 不认可 你把他放下 不认可 怎么地上都是血啊 请留步 你 这位姑娘好像病得不轻 让老朽看看 他吞服了宫廷命传的丹药 徐昌大夫无法可想 多谢仙人美意 请仙人让开 不不 还是先让老朽 逝世 把他放下 门禁卡 放死你 在家急得救人 仙人在家阻扰 莫怪在家无礼了 放心 耽搁不了多久 能救则救 不能救 你立刻就走 好吗 是谁这么狠心 让他服下这种 不能生育的药 仙人知道 请你说什么 小阳仙人怎么样 他到底仙人怎么样 你是不是准错啊 那么年轻 怎么可能就不能生育呢 仙人并没有看错 他是被人下的药 快 把他放下 你别怕小月 不管发生任何事 我绝不会放手不管的 谢谢 谢谢将军大叔 年轻人啊 你还不赶快过去陪陪他 来 扶下这药碗 谢谢 吃了这个药 日后他是否还能 能够保住这条性命 已经是万幸了 至于生育嘛 恐怕连神仙下凡 都是药术妄想 我明白了 多谢先生 别难过了 我跟我家老伴 年过半百 一样无恶无女 还不是过得挺好的 好好休息 很快就可以复原 好好照顾他 快点 睡 大夫 请问药费减金一共多少 不用了 举手之劳 多谢 多谢小组 他的情形你都听清楚了 你们夫妻俩没有一个好东西 赵平 王强 云哥哥 拒绝你不要生气 我都不生气吗 一个墙壁人家 杖势欺压 一个下毒害人 面善心恶 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杂碎 你 王强 是门家对不起小月 可是事已至此 我只问你一句 带不带走小月 怎么 事到如今 你就急着把他推给人家 混蛋东西 家子大夫 我进去 你不要再等他 你想干什么 赵平云 我会开口问你 是因为十年以来小月对你念念不忘 一往情深 可是如果你不能好好带他 珍惜他 就算他再怪我怨我 我要把他带回去好好照顾他一辈子 将军大手 我不跟你回去了 假如 不能够为门家留下子嗣 小月回去澄清 既不能够报答门家的恩情 更要让老夫人绝望伤心 小月愈想不忍 他都已经不想要你了 你还想跟着他 他都已经不想要你了 你还想跟着他 他都已经不想要你了 你还想跟着他 谁说我不会好好待他珍惜他 我等了判了十年 我要的就是他 赵天云 你想清楚了 就算他不能为赵家留下子嗣 你依然待他不便 天云底下有三个弟弟 赵家子嗣不需要单靠我这一方 绝无反悔 绝无反悔 好 好 好 你们可以走了 希望从今以后 我和小月 与江津府再无牵连 只要小月过得开心 又无牵连都不重要 完全 是 五百两 好大的手笔 就算是送给小月的家帘吧 不需要 我想小月也不想再多欠江军府一份人情 不管你们认还是不认 小月在府里待了十年 江军府永远把他当成一家人一样 你也一样 如果有任何困难回来说一声 不劳费心 只要你们别出现 我们会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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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心在一起了 严哥哥 怎么了 我只是想 好好地把你记在心里 咱们以后天天面对 到时候你可别嫌烦了 面个一早咱们就走 躲到想象谁找不到的地方 好好地过咱们自己的生活 来睡吧 云哥哥 家他们一夜了 不睡会儿 敏儿哥怎么看路 好 那还不会合相依 我要看你先睡了 我才要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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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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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我只是想 好好地把你记在心 小月回来呀小月 小月别离开我小月 我就是说小月是睡不着 我只是出去走走 这些小孩心疼的是在习惨 两个人分开十秒 很不简单这么闹电 要现在点灯 抽牙了 你给我出来 抽牙了 来了来了 你给我出来 爹 什么事啊 一大清早大呼小叫的 你拿我十两银子干什么 我 你不要讲你没有拿 我告诉你 那个银箱里头 除了那十两银子之外 剩下都好好在那儿 可见的不是贼干的 还有 那银箱没有被损害 是用钥匙开的 你不是钥匙剪刀是你剪的吗 哎呦 爹 人家有用吗 废话 我就是要问你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要吗 你 爹 我晚点再跟你说了 不行 你现在给我说清楚了 宁儿啊 你知不知道那十两银子 赚起来有多难多累啊 爹 那我们出去说 天云他在睡觉咧 睡觉 对不起啊 哎呦 不对啊 我们爷俩这么大声的讲话 会没把他给吵醒 他在跟我装睡觉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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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病了 吃你 我说他 生病 屁 我跟你讲 昨天他好好地监会生病 你不要糊弄我了 陪人 陪人 爹 爹 你怎么回事 好嘛 好嘛 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就是天云把小月带走了嘛 谁啊 小月啊 小月啊 小月 小月 将军 所以天云才会救小月 把他藏起来 什么 将军府的人 你们敢惹啊 怕什么嘛 是将军夫人把他带出来的 哦 将军夫人 那就好多了 不对啊 这天云不见了之后 那我们那个堂会该怎么办啊 惨了 我跟天云完了 这 完全忘了这回事啊 你们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呢 你 哎呀 我的个妈呀 你呀 你呀 我告诉你这个死丫头啊 你老爸这条命 早晚会送到你不知道轻重的手里 爹 你干嘛那么用力啊 我 很痛耶 我 那我该怎么办 不是 我该 我该怎么办啊 小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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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小映 小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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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小玥,小玥,你在哪儿,小玥,小玥, 你就在那附近,是不是,你只是不想见我,是不是,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我要知道,你想去哪里,除了小玥府之外,你还能去什么地方,你想去小玥府,对不对, 你下了一夜,你还是后悔了,对不对,你终于舍不得到处都让我负贵,对不对,出来啊,不要让我死得不明不白,你出来,出来, 把我说清楚,我给我一个让我死心的理由,否则我十天八天了,我就在去蹲下去, 出来啊,你出来,你在哪儿,出来 出来 欲门春得知楚月和天云并非亲兄妹,心疼爱女的她究竟会采取什么手段,维护玉芙蓉的姻缘呢, 楚月并体未遇离开将军府,门老夫人会舍得她浪迹天涯吗,心疑逼楚月喝下不韵散,疼爱楚月的门老夫人,将会和心疑再起什么波涛呢,心疑百般忍辱, 相国父亲又会再出何种计策帮助心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